Alright 這是你的 哦 你也有這麼下巴了啦 那我們今天 難得看到我們那個 這麼大陣仗 我們今天請到了 非常專業的收音團隊 來舉行我們第二屆的 趴趴王大賽 我們先要感謝一下 我們的HOME賞音樂製作 來支援我們這次的拍攝 還有我們大台南的敦歌 還有我們那個 HOLD DREAM手套贊助我們的獎品 那我們今天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們要 延續第一屆 我用我們的分貝劑 我們去測我們接鋪的聲音有多大聲 然後今天請到了非常專業的評審 等一下我再一一介紹 所以我們現在歡迎我們的評審 第一位是我們的 第一屆趴趴王的冠軍 哈明哥 阿咒們 阿咒 阿咒第一屆趴趴大賽的冠軍啦 有沒有什麼感想 就是第二屆的獎品差那麼多 怎麼差那麼多 因為你第一屆是塑膠手套嘛 對啊 第一屆沒有經費啊 而且還直接破掉 直接破掉了 對啊 沒關係啦 你今天就是扮演一個學長的角色 好 對阿看他們 懂不懂趴 好 趴不趴的到位 OK 然後我們歡迎你入座 來喔 我們第二個要歡迎的就是 我們的 碰桑音樂製作的 金牌錄音師 阿也是我們 無橋有水的鼓手 你們今天趴的什麼音 好歡迎我們的錄音師 你走走走 所以你等一下 我們在趴的時候 你等一下出事了 好 那歡迎評審入座 來啊第三位就是我們老面孔了啦 就是我們的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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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系的藍海系列 欸欸欸欸 不是 要擋到我 對啊 有 是正這邊喔 這邊正這邊 好好啊 你要開始介紹你自己了 我剛剛要講的時候你打破了 因為你走 擋到我了 重來 好重來重來 Alright 這系的藍海系列 我是你的謝教練 家要陣容 藍掉頭 這是 建交小 我還沒講過 我又忘記 你太長了 來這是我們 嘉南藥理大學的 當了18年的教練 經驗非常重複啦 所以等一下會秉持公正公開的精神 當然 因為我們中間也有你自己的學生啦 如果你評太高的話 我們就懷疑你有收受賄弱的嫌疑 好 那我們不要讓你花太多 不然我沒有鏡頭了 好 謝謝 歡迎我們藍教頭入座 來喔 我們 最重量級的嘉賓 第一位在美國大聯盟打出拳力打拳手 我們歡迎小郭先輩 Alright Alright A.K.A.K.A. B.K.S B.K.S 閃跳俠機耶 好 那我們今天就特別邀請先輩 因為正好在我們樓下也開了一間外國人 GASOLINE 健身房 健身房 今天是聽聲音嘛 對 聽聲音 還有他們的技巧跟姿勢綜合評分 沒有問題 然後小郭先輩也提供了他的高蛋白 高蛋白好不好 沒錯 新口味買起來 謝謝小郭先輩 OK 來喔 我們來講一下比賽規則 比賽規則非常簡單 那我們因為今天是補手比賽嘛 所以我們特別邀請到兩位 一個是對手套非常專業的 還有一個是對街球非常專業的兩位好朋友 然後第一位先來歡迎我們大台南的敦哥 大台南的敦哥 他的手套我自己非常喜歡 然後我請敦哥賣我 他都不賣我 因為他說敦哥的手套 接起來真的是非常好 整個操控都是非常好 所以今天敦哥也帶了他的手套 會給給他場下 會給各位選手去測試 各位選手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場邊請教我們敦哥 好 謝謝敦哥 好 再來我們要歡迎我們在地的台南市隊的捕手 我們蔡偉泰 來歡迎歡迎歡迎 那我們等一下就麻煩你 幫我們示範一下 然後也可以跟大家講一下有沒有什麼技巧 你會緊張嗎 緊張還好 緊張還好 好 那我們就來請選手就位 好 106.5分貝 我們上一屆最高好像是108 106.2分貝 106.3分貝 Lost off 107.7分貝 OK PASS OFF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歡迎我們的選手進場囉 OK 來 第一位 我們烏昭賢 給點掌聲嘛 Yeah 他是我們 Stage動的功夫生嘛 對 有點眼熟喔 他的目標就是要成為大專組最強捕手對不對 一般組 一般組最強捕手嘛 所以你這邊寫棒壘球界的一顆長青書 你怕幾歲 好啦 那我們就先歡迎我們烏選手入座 第二位這個經歷就比較不一樣了喔 李孟軒選手 你是台北人 是 所以專程跑下來 對 我怎麼有魅力喔 好 因為我看你的經歷有去新復發資源過牛棚捕手 也有去中華職棒測試牛棚捕手 所以今天算是來提管的 沒有沒有沒有 謝謝 那我們歡迎選手入座 謝謝 再來我應該不會念錯名字 曾經之爭 你很眼熟耶 你是不是來過 你是不是拿過東西走 拿襪子 拿襪子嘛 對 對 漂亮啦 你的綽號 曾經假洋醬 曾圓住民 對 你為什麼那麼黑 阿娘會 好啦 歡迎你 謝謝 這個也很眼熟耶 邱明信 你是不是也有來過 你是不是也拿走手套 對 所以就拿 拿走手套就是你 那你今天是要來挑戰再拿走一咖 對 對嘛 大學生才開始走鐘 對 你知道什麼是走鐘嗎 標準 標準 OK 好那感謝你來 歡迎你入座 再來就是不一樣囉 許明翔選手 這是我們場館的老顧客啊 Alright Alright 我要怎麼介紹你 這是第一次在我們場館見血的朋友 沒有 好啦 放球吃放球狂 因為他真的是幾乎每個禮拜都 固定時間包到來練球 OK 那等一下堅補的時候 記得把練手帶起來 好 謝謝你來 謝謝 最後一位 來 這一位是我們嘉南藥理大學的選手 洪俊騰選手 大家應該有點眼熟 因為在我那個補手訓練影片裡面 你有出現 有嗎 他也是我們棒球狂熱分子 不然也不會出現在家族的校隊裡面 希望你今天可以拿冠軍 OK 可是是頭的手套 也有練頭套 也有練頭套 啊你不是說表演實習 不可以介紹啊 好啦 那我們歡迎我們選手入座 馬上進入到我們抽籤的環節 等一下趙順序上來抽 我們第一位 OK OK 來我們現在馬上開始比賽喔 我們等一下就是一個補手接五球 但是前面會有三顆的四接 然後我們第一位選手 洪俊騰 來喔 那個大家注意一下他的護具喔 這個很難講 教練你有什麼看法 但是護具不錯 上面有寫學校的名字 家蘭藥理大學 現在最近在開始招生啦 大家如果有興趣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選擇家藥一身農藥 就是這樣 OK 好那我們就 先上選手四接三顆喔 OK 來喔準備正式開始喔 會不會緊張啊 一點點 一點點 來我們正式開始喔 第一位選手 第一顆 第二個 來喔 等一下我們 先請到我們那個 染教頭 親自調教的 你怎麼會問我 不是 可是他剛剛那個 四接的時候接了108 結果他正式來沒有108 可能有點緊張啦 有點緊張喔 年輕人嘛 比較衝動一點 好那我們第二個 我們要請教我們的 小小郭神敗 不錯啊 姿勢不錯 但那個 都沒有再移動 一般我如果是當投手的話 我看起來 我就不想丟了 我比較嚴格啦 因為我球很快啊 當然他聲音是不錯啦 選擇家藥一身農藥嘛 好那我們謝謝第一位 我們家藥的選手 感謝 來喔第二位 第二位就是我們 不要讓CH動丟臉的 我們烏選手 來第一顆 好結束囉 那我們先 邀請一下我們第一屆趴趴王 講評一下 看起來有點緊張啊 動作方面蠻僵硬的 然後接到球的時候 頭都會往下看 我覺得這一點 要稍微感激一下 太嚴格了 太嚴格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 那個最強鼓手 剛剛是最後一顆球 大概接到什麼音 蛤 我聽不出來 但接球 因為我是音樂啦 那接球他的包覆性 跟球會影響聲音的高頻跟低頻 那這個大小聲呢 基本上是高頻 他會去 讓分貝機的 做數字會比較大一點 對對對 所以我這邊都是聽高頻 那可能跟數字上 會有一點反應他 對對對 果然是專業音樂人 講什麼都沒有人聽得懂啦 那我們要歡迎我們的 第三位選手出來了喔 我們的 我們的 假洋將 真遠祝敏 掌聲一下 OK 這個看起來不一般喔 OK 來我們 歡迎到我們 藍教頭 來跟我們講評一下 這家要一身榮耀好了 好可怕 這樣我再技發掉過去了 沒有 我也是覺得他好像有點緊張喔 在接的時候好像 都接的那個點不是接的很好喔 我剛剛是覺得好像有一點那個 太早夾手套 都兩個聲音 啵啵 兩下喔 插到手套那個感覺 插到之後再進去手套 小小過程不然有沒有什麼 不要太刻意去抓球啦 我覺得因為要製造那個聲音 就會特別想要去抓球 就不用刻意抓嘛 好啦 那我們感謝評審的講評 那我們歡迎第四位選手 我們的夢軒 第三顆 大家比分都很接近喔 最後一個 98.5 我要買保證 來拍手一下 記憶力還新鮮的時候 我們來邀請一下我們的最強鼓手 哲哲講一下 剛剛接的到底是什麼音 你到底聽出來沒 好啦那我們再邀請到我們的趴趴王 果然是忠職牛棚 爭選過的選手 我覺得不錯阿 真的接起來不錯阿 以前我在丟球的時候阿 他們接如果聲音 手套不會響 很簡單 手套拿掉就好了 等一下用手接 肉的聲音一定會比手套更大聲 試看看 啊 反正還有兩位嗎 可以試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歡迎我們倒數第二位選手 我們的場館的始終粉絲阿 冥翔 不要丟傳接球的臉齁 來第一個 算是健入加進來齁 我們現在就再邀請到我們的藍教頭 教你覺得我們冥翔怎麼樣 他上過你的課 他付過你蠻多教練費的 所以你覺得 我想這方面我需要補手 這方面我想我應該也要再開一堂課 剛剛在接的話我發現 大家都蠻僵硬的 他在接手套 好像很刻意的要去抓 要去抓球 這時候我們就要起動示範 示範什麼東西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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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這樣嗎 哎呦喂阿 來這邊 來這邊 兩顆來 有沒有 今天是示範 那個沒有變好的 剛剛他 剛剛在接一個小 一顆獎 有沒有 就像第二顆獎 哈哈哈哈 OK 欸欸欸欸 欸欸欸 欸等一下金子兄這一步喔 沒有 是不是比較高 來我們 我們請到我們小小郭神敗來講評一下 我們剛剛 第六位參賽者 不錯啦 知識滿分 知識我給到88分 啊外在外表咧 外表眼神蠻俐落的啦 對啊但就是有點討厭 好謝謝教練 來喔 那我們就 準備歡迎我們今天最後一位參賽選手喔 就是來我們這邊拿過禮物的 我們的明信 阿遜 第一顆 來我們一樣邀請到我們剛剛就我們示範錯誤解補的藍教頭 怎樣啦 剛剛都學到我那個不好的 你說你是不是裡面有裝那個消音塞 跟那個摩托車一樣有沒有 改車的時候後面要裝消音塞警察還會抓 好喔 來他們邀請我們小小郭神敗 講兩句話 不錯啦 他姿勢蠻好的 不知道 球真的太慢了 不是他們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 不是他們的問題 好 我們等一下最後面再加賽 等一下再近一點接看看 好 那感謝我們的選手們 來 196 來我們請到我們藍教頭互相講評一下 好好當頭手啊 對 來 Alright 這老師你的男孩系列 我是你的系列教練 好我們今天剛剛經過我們評審激烈的討論跟那個評分之後 我們的冠軍所有的名字都已經出來 那我們現在先來歡迎我們第一個要頒獎的評審我們的趴趴王 好 第三名的選手是我們的分貝獎 就是我們今天接最大分貝的 歡迎我們的 李夢瑄 好 今天結束來本場最高110級分貝喔 好 本場再來中間一下 來我們現在歡迎我們的小蜜鹿進場 耶 有沒有高水 有沒有高水 沒有 你是上來把那個東西递給他做 你就可以下去了 謝謝 謝謝掰掰 來喔 我們看一下鏡頭 我們分貝獎是下巴拉毛巾一條 今天最珍貴的彈品 好看一下 讚 OK好 感謝你 好再來就是我們的評審團獎 我們評審團獎的禮物是 高蛋白衣盒喔 小郭前輩的高蛋白衣盒喔 那第二名的得獎的是 明信 好恭喜喔 明信又來拿 又來拿東西了 好謝謝 好謝謝評審大哥 那我們今天 最大獎 獎落誰家 我們先來換一下小小郭前輩 我們今天最大獎 是你的簽名首到一咖 你覺得第一名是誰 謝謝教練 謝謝教練 我們第一名 為什麼剛剛要Cue到底教練呢 因為第一名是他的學生 來 歡迎我們的 有我們選手團有意見喔 來歡迎我們的 俊騰 好冠軍喔 冠軍喔 因為我們俊騰其實他沒有接出 最大的分貝 不過他的分貝數都非常平均啦 就是其實就家族選手就是要穩定嘛 所以其實他的每一個分貝數都是非常穩定的 所以其實他的每一個分貝數都是非常穩定的 所以他才是今天的冠軍 然後我們現在歡迎我們的小迷路 我們看一下鏡頭 OK 謝謝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剛剛大家有沒有記得 還有大專生額外獎金 我們大學生額外獎金 我們大學生額外獎金就要由我們 最公正不合的大學教練來頒發 來喔 我們大學生額外獎金喔 總共有三個啦 就是第一名第二名跟第三名 大學生平均而已 來 恭喜我們的 第二名 最後是我們的 我們的夾陽將 然後 恭喜恭喜 最後一個大學生 第一名 你自己講 человек 誒 maneuver 我們家要人偷偷 感謝你來參加 我一次拿你的手套跟一千塊 捐出來了 好啦 恭喜你 恭喜你 還有誰沒領導獎 人人有獎啦 出來啦 來 我們傳接球的最時鐘的客人 不能讓你空手而來 空手而去 來 我們這次參加獎 其實影片內容其實還不錯 趕快回去拍 好 感謝 來喔 那我們今天比賽圓滿結束囉 來 我們邀請一下我們的評審到前面來一下 欸 結尾 結尾大家都會嗎 結尾是什麼 結尾是什麼 結尾是很隨興的嗎 好 結尾很隨興 然後我們就用給教練Cue喔 來來來來 是你要講的 我講我講我講 好 感謝大家來參加我們 泡泡泡大賽 謝謝 好 Oncle 下班啦 下班啦 好 GO 參加獎的 看一下那參加獎有什麼 好 又 傳接球的活動折迦券 什麼活動都可以用 還有 下班啦的鑰匙拳 吊飾 讚喔 這高檔牛皮喔 我做的喔 你做的喔 讚喔 剪輯師又有香香的喔 漂亮喔 然後再來就是重點 我們大台南蹲哥的 湯柔券一張 大台南蹲哥的湯柔券一張喔 這價值1000塊喔 謝謝蹲哥 感謝蹲哥 感謝台南幫人 讚 讚 讚